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Hunmo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哈囉來玩這遊戲飛色回響 遊戲是9月6號10點開啟三檔測試 測試到9月13日 好是一款獸娘世界主題策略RPG遊戲 就有女人、美少女卡牌養殘二次元回合這些標籤 總預約三百萬人喔 真的假的 這是陸服遊戲啦 來看一下遊戲背景吧 我剛沒看喔 突然 突然好大聲 這個音樂好聽啦好聽不知道有沒有版權跳過 直接來吧 同意 好 只要聽到好聽的音樂啊上傳之後都跟我說有版權 要好麻煩 每次都是在讀啊 讀波的讀 有版權就只能剪掉、重錄啊 恩...二次元動漫 增速 我好像以前看過 我好像以前玩過 這個畫面怎麼感覺好眼熟啊 我好像搞不好以前玩過喔 試試看吧 沒上卡牌的卡牌遊戲 這裡鋸齒比較明顯一點 應該可以挑 好可以選擇 男角、女角 OK 確定 ROADING一下 給他ROADING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重複啊 Wabel的怪物 這個...有點像貓人 有 call 有點像埃及進聖 那種埃及的配色 果然是荷魯斯,荷魯斯是埃及的一個神吧 埃及好像也是信奉多神 不是像什麼阿拉唯一真神 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句子應該可以再改一下吧 有時候看起來蠻明顯的 邊邊有一點魔鬼 歐逆角 他日文配音耶 我也太自然太習慣了 就是我聽到日文配音對我來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為二次元沒上 感覺我是玩過阿 可能一就是他換過名字 這是一個可能 我不知道我剛剛收一下飛色迴響 我收收看好了 飛色迴響 沒收到阿 沒收到 好分禮爾 反正我有印象阿 這遊戲有玩過 跟迪爾就 一個狼嗎 有一點人化科技這樣 拿到瘦阿 因為他們的一些武器阿 什麼都有點科幻感 然後右側有消耗能量的技能 魔化荷魯斯 這遊戲我應該是玩過沒錯啦 會不會台服已經出過了 台服出過 就第一個狀況就是台服先出了 然後名字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狀況就是 他換名過了 好 克拉肯 因為二次元沒上你卡牌真的很多 然後名字都很像 好我又是試玩嘛 試玩沒有深入遊玩 只是有印象這樣 好點擊這個技能 日什麼什麼輪得好快喔 閃過去耶 簡體字看不懂 簡體字就是 比較破壞原本繁體字的美感吧 但是比較好學 對如果沒學過的人來說 比如說國外的 那我們如果從小學是沒差 班體字是一樣學 沒有什麼難的 小孩子嘛就寫字而已啊 學寫字 感覺 連拉 東大 哦 你講 你講 可以出來了 什麼東西可以出來了 不要想挖什麼東西可以出來了 好時間的關係我們就先跳過吧 好人家被抓到了 絕不允許 就有日文配音嘛還有劇情 還有Live2D 還不錯啦 然後開頭不是有看到那個 有點像日文遊戲的那種 圖標 忘記那是哪家公司的圖標 手邊有一個圖標 好你這邊如果你選女生的話會不會叫你 內傷 會不會 所以你選女生要叫你姊姊 是不是因為這個形象是我選的 跳過 不明白為什麼被襲擊 還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大鋼 這裡已經8分鐘了啦我覺得有點久因為這些只是單純的戰鬥講劇情 而不是引導說升級啊裝裝備啊穿裝備什麼的 然後奧義動畫應該是 不知道可不可以簡化 就是跳過 有的如果覺得 開自動都可以跳過 可以設定都 把一些奧義動畫給省略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這個遊戲可能是台服先出了 台服先出了 名字不一樣 你們如果知道了你可以 留言啦 比如說你很厲害 一看就知道了 我懶得去查啦 去查一定查得到 因為就是 關鍵字嘛 獸娘嘛 我來查一下獸娘 獸娘 喔 飛鴻的神約 找到了馬上就找到了 飛鴻的神約 飛鴻的神約 台服出過了喔 沒錯台服先出了 呃 他叫飛射迴響嘛 台服叫飛鴻的神約 想不到想不到啊 台服的話是什麼時候出了啊 2月8號 2023年2月8號半年前 結果陸服還在測試 因為陸服 你的版號比較困難 他要去修改一些比較暴露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一些 比較弱一點的有沒有 玩陸服可能會被修掉 好果然我一查關鍵字就找到了 獸娘就找到了 因為至少玩遊戲之前我會先去搜尋這個遊戲名稱 如果有沒有玩過 那我確定沒有就進來玩 進來玩就看到這個畫面我就開始回想我到底有沒有玩過 看到一些關鍵的東西玩過 那玩過就兩個可能嘛就是台服先出或是他換過的名字 以前測試服他一直換名字 所以我才收不到 飛鴻的神約 飛鴻的神約 來我們繼續跳過吧 瓦吉特 就他這個教學這個引導有點 有點漏長 去教我們這些按這些技能 自動是不是啊 我們的角色卡牌是自動的 可以按這個 看一下 一個什麼什麼弓的啊 一個神器 怎麼打不太動 反正想說又是一款新的美少女卡牌 我錯了 我錯了 台服這款不知道還活不活著 就是那個熱度不知道怎麼樣 很多手遊就是玩過之後我就不知道他熱度怎麼樣 看一下他的臉書 看一下臉書也是OK的 哎呀我的那個 鍵盤 滑鼠已經有點問題了 我看一下臉書 還有活動 9月5號 有一個海濱尋寶之旅 夏日限時活動 我還活著啦 遊戲還活著啦 我還活著 畢竟才半年 要打沒那麼快啊 雖然現在有些手遊真的打很快 又是一款台服先先先先出然後玩得很開心然後陸服 慢很多 好了啦 引導已經夠久了 這些動畫已經看夠多了 我這些動畫已經看夠多了 舔一下舌頭 我要把你這個小妹妹給吃掉啊 說實在這些動畫啊劇情啊我都忘了 才半年的時間我都忘光光了 可見我當時也是玩很快 就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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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跟這次一樣完全沒有在看劇情的 就 趕快錄一錄然後 遊戲畫面看一看這樣 沒有在欣賞這些劇情的 他這個都有動畫 哇 第一戰區突變 Goho不帶 好守夜長這樣 建構就抽卡 有的美少女卡牌用建構 他獲得了雪藍SR 想玩的話就玩台服啦如果你台服沒玩過的話就去玩吧 去玩台服 畢竟這是陸服嘛 我會玩陸服就是因為有時候陸服遊戲比較先出啊 台服可能就半年一年後有代理或是有這樣 玩得到這樣 那有時候剛好顛倒 像這個遊戲就是顛倒 阿逆 講 你可以好好的當阿逆講 這邊有那個巨型簡介 感覺陰島到這邊差不多了 就這一關打完應該可以自由了吧 調整一下站位 部署 出擊 好 以前我也是 會玩美少女卡牌遊戲的 就是會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好 能跳則跳 有沒有就末日這些機甲 機械 瘦的娘 美少女 動畫有點多喔 動畫有點多 可能要把他關掉 OKOK我當時玩多久 我當時也是錄快20分鐘就沒人 有時候說我都是跳一直跳 然後就一直跳這樣 跳到他的引導結束然後手一勺看一下這樣 介紹得很匆忙 好培養一下 因為影片太長沒人想看 說實在的 當然不排除我的忠實觀眾阿 聽到現在的就是你 是你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默默的支持我 守夜 還不行阿 還在打一關 手遊這麼多嘛 換個名字上架之後你都不知道 那因為是不同地區的遊戲會換名字 很正常 不過如果是那種騰訊 騰訊或是那個網易那種 比哩比哩比哩他們那些大 比較大一點的手遊 通常他跑來台服之後名字都不會換 八關都不會換 他有新的技能 這邊都是美少女打美少女 他應該一開始讓我們可以設定阿把一些動畫給關掉 我覺得 奧義動畫 這樣有點攏長我覺得這個引導太長 已經18分鐘19分鐘了 我們跳過吧 他就在飛喔 OK 破冰 手衝吧衝職 SSR共鳴者 安斯瑜 呃沒有福利 好設定看一下 設定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這邊是聲音嗎 顯示 極致喔 這個CG可以跳過 就首次 反正你可以改啦 我剛好說嘛這種太長的動畫的時候看一次就夠了 就不用每次都看 然後這是他的卡池 都是美少女的阿 那台服還正常在英語嗎 通常這種卡池都是兩個禮拜出一個啦 出一個pick up值 通常 就是玩那麼多 美少女的卡池 美少女卡牌遊戲 大部分都兩週 大部分 那因為這個是測試服啊可能就只有 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就沒了 好共鳴者 我們這些角色要共鳴者 你創的角色是男生嘛你也可以創女生啦 你這個角色是會上陣的 然後有分那個 聖影是不是 聖國 領冬 東西 塑金 這邊還有其他的 其他類型的 這可能是職業吧 治療啊 肉盾啊什麼的 好 探索一隻二玩到一隻二 前面都是教學 就稍微看一下 這邊是測試時間到9月12號 好 那很想玩的話台服有 台服名稱叫做飛鴻的神約 你搜尋一下就有了 OK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囉 我是漢魔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